修炼者感悟,天真如敬,作者吴瑶 通常小孩子惹人喜欢,是因为他们天真、纯洁,没有复杂的思想,不带任何关联 他们哭得简单,笑得无邪 当我匆匆走过青春,远远地忘记童年时 突然有一天发现,生活中还有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小经历们 最初注意到他们,是在公车上,一个小小宝贝被大人抱在怀里 懵懵懂懂地望着四周 我甚至看不出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小宝贝的眼睛掠过人群,停留在我脸上 然后目光移到我头上的方向,一扎不扎出神的看 看一会儿,回过神来就对我笑,笑得那么开心,笑得手足舞蹈 然后又愣愣地看着我,看一会儿,还是笑 那时,我也发自内心地对他微笑 压抑的心情就在我们的互动中得到释怀 类似的情况碰到过好多次 这些素未相似的小宝贝,总是善意地表示他们的好感 也许,当我们这些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蒙冤于世间时 当人们听信的谎言心怀恶念时 只有这些小宝贝依然保持着生命天然的本色 据说,六岁以下的小孩天幕是开着的,能看到另外空间 记得以前听到人说,小孩子经常在夜晚莫名其妙地被吓哭 因为他能看到害怕的东西,而大人们却看不见 这时如果大人拿出菜刀,对着空中胡乱砍一气 就能吓走那些不好的东西,小孩就不哭了 今天,几位修炼的朋友坐在一起谈题会 一位童修带着他五岁的女儿,小女孩挤爱笑,活泼开朗 她就坐在我前面的椅子上,开始大家谈话的气氛很祥和 小女孩乖乖地坐着,扬起小脑袋轻声对我说 咋着美呀,我没听清,以为她自己坐着没有玩的东西 不是说没意思呢,她又说一遍,咋着美呀 旁边她妈妈解释说,她就喜欢练工人在一起的环境 她觉得好,是啊,那是一个充满善念的场 我一边听别人说话,一边静静地思索 这时小女孩回过头来端详我,笑笑地说 我看你真好看,哈哈,小姑娘真有趣 其实我自以为并非美女呀,也许是相由心生吧 再后来,当我觉得谈话应该有所改变,很情绪化地提出我的观点时 小女孩也离开了座位跑到别人那里 她在我的场里明显地感到不安 此时在座的同兄们也被触动了各自的人心 屋里的空气暗淘汹涌,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 都忘记了修炼人应该向内找 此时的小姑娘也变得烦躁起来 她不停地从一个人那儿跑到另一个人那儿 跑来跑去,发觉在哪儿待着都不舒服了 便秧着妈妈回家 妈妈不答应,小姑娘不领情地闹起来 到了下午六点钟,我们坐下来发正面时 小姑娘又恢复了乖巧和平静 她喜喜地看着我们,一声不出 当大部分人都从地长变莲花掌时 她特意跑来轻轻地碰我一下 小声说,莲花掌 我睁眼的一刹那 她已经跑到另一位阿姨那儿 同样地碰碰她的手说 变莲花掌啦 好可爱的小女孩 作为修炼人 争论互不相让时 就是人心暴露的时候 如能静下心来找自己的不足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此时,坐在电脑前 想想下午发生的一幕 意识到许多不该再拖延的执着 这正是纯清自己融入整体的难得机缘 脑中又一次浮现出小女孩灵动的身影 感谢小姑娘 纯美如花 天真如尽